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可能是身体比较虚 气血不足 所以在早晨应该阳气生发 非常精神的时候 反而觉得疲惫很累 早晨是锻炼身体的好时机 如果你真的没有力气 没有精神进行户外活动 那么下面就跟我学一学拿五经 帮您打开精神 提升记忆 清醒头脑 那大家来看我的演示 拿五经指的是我们头部的五条经络 中间的是督脉 两侧的是膀胱经 再两侧的是胆经 我们在做拿五经的时候 把双手的五指张开 尽力的张大 然后把五指弯曲成樱爪状 中指放到发际线的就是督脉上 另外的四指分别放在你的膀胱经和胆经上 然后顺时针旋转 点按按按柔三下 向上移动一点 继续按柔三下 要用你指尖指腱的力量 用力的按柔 让力量能够透进去 就这样慢慢的一直移动 不要着急 慢慢的做 一直按柔到百会穴 好 到百会穴之后 再回到发际线的位置 重新开始 每一个点按柔三下 就这样重复的做三组 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 速度一定要慢下来 这样才能让按柔的力度能够达到效果 在自己感觉不想动 很懒 很疲惫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我们非常需要锻炼的时候 所以大家要坚持锻炼 不能让自己越来越懒 拿五经这个方法 就能够帮助大家在早晨 迅速的给自己提升一天的精神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或者是发私信给我 谢谢大家 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 hundreds 您的敌人